大家好,经常有花友咨询我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这个盆土表面到底要不要给它铺上这个水苔保湿 那么有花友会说夏天呢不用铺水苔 因为保湿太好的话容易出现软腹禁腹 那么冬天的话呢要给它铺上水苔来进行这个保湿工作 那么其实兰花要不要铺水苔呀和天气的原因呢不是非常的大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你的这个兰花的质料 也就是盆土表面的这个质料的保湿情况来定的 那么如何判断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水苔呀 它本身铺在盆土表面的就是起到一个保湿的工作 那么如果我们养护兰花里盆土表面的质料非常的粗 而且呢保湿性又非常的差 比如呢用的是一些鲜土这一类的非常容易干燥的这种质料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在盆土表面的铺上一层水苔 将这个水苔呀先入清水把它浸泡透 然后取出来把它大部分水分点干之后的铺在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我们发现盆土表面的这个水苔呀 干了就来给它呃喷喷水物起来一个保湿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兰花在栽种的时候呢 这盆土表面的一些质料呢比较细 保湿性比较好 比如像直金石啊或是一些比较细的质料 这些质料保湿性呢比较好 我们再来铺上水苔的话呢可能这个湿度就太高了 湿度太高的话呢就很容易滋生一些病菌 容易导致南花的甲林径啊或者是一些根部出现腐烂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用这一类的质料来摘种南花的话呢 就不建议大家再来给它铺水苔保湿了 但是我们不用给它铺水苔保湿的话呢 如果盆土表面呢相对比较干燥了就可以给它适当的喷喷水苔就可以了 那么平时养护过程中呢也可以给南花的页面上啊 还有盆土周围喷喷水苔 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增加湿度的效果 所以啊南花盆土表面到底要不要铺水苔呢 其实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我们关键还是要看这个盆土表面的这个质料的保湿情况 再来判断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